年薪百万的金医们,求求你们放过香港的公屋吧 昨天有个内地移民过来的朋友问我,他能不能申请公屋 这位兄弟年薪百万 一开始我很委婉地说,公屋都比较小 你们在内地住惯了大房子,住这么小会不习惯的 他说没事啊,起码便宜嘛,总比自己去买房要好 眼看着劝退无效,我就直接说 你年薪百万,政府还要给你分公屋 那我年薪十万,政府是不是要分套海景别墅给我 因为要帮助弱势群体嘛 他不吭声了,今天又到了一堆快递 上次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问我,香港本地人那么有钱 为什么他们也能住公屋 我说你怎么判断人家有钱没钱呢 他说他们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饭 我说在外面吃饭就有钱吗 我95岁的奶奶也喜欢天天在外面吃饭 难道她就是千尺豪宅的业主了吗 香港人喜欢在外面吃饭,真的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已 香港粉丝要的趣事情也到了 跟她约了一点半去赵康地铁站交收 刚好去婆婆家会路过这个站 交收完跟婆婆去红十字会还轮椅 奶奶在婆婆的悉心照顾之下 身体肉眼可见的硬朗起来了 现在轮椅都不用坐了 本来我们还想买一个的,这又省钱了 上次有宝子问我这个轮椅在哪里借的 就在医院里面的红十字会的办事处 直接去借就可以了 带奶奶在楼下吃个面 婆婆现在是把奶奶挂在身上了 基本上她走哪儿就把奶奶带到哪儿 每天监督她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奶奶除了每天半夜 还是要把婆婆叫起来给她找衣服找钱 其他方面都已经挺好的了